大家好,今天看到一个帖子 真的是毫无人性啊 还是那个就是外交杀了女学生的那个宁波工程学院 他有一个招生宣传 我给大家念一遍 真的,真的恶心到了极点 我操我那么看了,看不下去 欢迎,标题是欢迎 二一届学弟学妹报考宁波工程学院 因为今年学校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事情 会稍微影响招生 不过这也是好机会 分数会低很多 等你们大学毕业了 都四年过去了 谁还记得这个事 网络没有记忆 所以大家尽管报考就行 不要听网上的负面言论 而且学校领导层很关心这个事情 已经找关系联系了宣传部 尽力缩小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 大家可以放心报考 应验后,谁还知道这个事 而且哪个学校都有命案 我靠,这个说法 而且哪个学校都有命案 其实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只不过媒体在故意黑我们 想把事情闹大而已 总之,大家可以放心报考 一年后没人会记得 而且宁公正在快速发展 而且宁波工程学院正在快速发展 不要因为某些人的恶意言论而错过宁波工程学院 我操,这就一百多个字嘛 你真的是毫无人性啊 咱们一句一句来说 欢迎二一届报考宁公 因为今年学校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事情 一条人命 也许就是一个家庭啊 23岁 搞不好还是独生子女 女儿没了,人家一个家就完了 这就可能是独生子女 他们学校称之为不太愉快的事情 我真的是很想提醒这些人 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你他们要上了这个学校 你要死在这个学校 对于人家来说 就是有点点不愉快而已 这个是原文的 这个人家原文的 名字叫环保少女啊 这个网名 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啊 这个东西造不了谣蛋啊 然后往后面说啊 会稍微影响 今年学校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事情 会稍微影响造成 不得一条人命的啊 不过这也是个好机会 分数会低很多 前后就矛盾了 完全没有智商的 这边稍微影响造成 后面分数会低很多 这个叫前后矛盾 这个叫没脑子 知道吧 写这个东西的人 智商有问题 你稍微影响 而分数又低很多 逻辑成立吗 更高笑的这句话来了 网络没有记忆 所以大家尽管报考就行 不要听网上的负面言论 你们大学都毕业了 四年过去了 谁还记得这个事情 网络没有记忆 我们每天都在上演 网络是有记忆的桥段 每天都扒出来哪些明星 哪年杀过些什么谎 我靠 说过些什么话 吹过些什么牛 每天都扒出来这些新闻 每天都在上演 网络是有记忆的 他在跟你说 网络没有记忆 这是纯粹的宣传 什么叫宣传 不要脸的 说自己好话 这就是宣传 而且学校领导很关心这个事情 已经找关系 联系了宣传部 找关系 联系宣传部 尽量缩小这个事情的负面影响 大家可以放心 报告一年后 谁还知道这个事情 反复强调 过一段时间 没人记得这个事情 反复强调这一点 而且他们在找关系 找宣传部 联系宣传部 所有小这个事情的负面影响 那个女孩的父母 站在学校门口 举着遗像在那儿哭诉 学校没有人去管人家父母 拍保安 把人家围在那里 挡在那里 抢人家的遗照 抢人家的那个手机 人家在拍照 不让人家拍 他们对死者是这种态度 你死就死嘛 只要在网上没有人说 对我们有影响就好 就跟他们的副院长说的一样 发生这个事情 受害最大的就是我们学校啊 这个是他们副院长说的 这个网上也是有截图的 你们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那个 更恶心的就来了 而且哪个学校都有命案 全个个地都在发生 每个学校都有命案吗 也许好像 应该可能 真的有 但都他妈是 黑人外教 拿乱刀捅死的吗 全国就这一起吧 而且这个黑人外教 劣迹斑斑 屡次被女学生投诉 从另外一个学院被投诉多了 调到这个学院 然后才发生了杀害女学生的事情 这也是每个学校都有的事情吗 就是宁波公正学院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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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宣传 真的是素质极其低烈 你他妈你自己出的事情 让人家其他学校下水 虽然说中国教育烂 虽然说中国教育都差不多烂 但人家 但其他学校可没有出现 黑外教杀 乱刀杀死女学生的事情 他就是自己 他自己学校出的事情 他就说 哪个学校都有命案 那人家跳楼也叫命案 那能跟你这一样比吗 宁波公正学院 就自己不行 还要去抹黑别人 完了还只在 都是 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只不过有媒体在黑我们 明明是他前面 把全国学校都黑一遍 然后还诉苦说 别说媒体在黑他们 就这么个学校 不直面问题 不反省错误 而且不面对死者家属 一心想着消除 所谓的消除网络影响 一条人命对于他们来说 叫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你们切记这个名字 宁波工程学院 如果你看到了 那么你就告诉刚好 亲朋好友 人说就说 宁波工程学院 你如果死在这个学院 就是有一点点 对于人家来说 就是有一点点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学院 要让他关门 算出 哎 那我们说一点愉快的事情吧 看到这个真的是 哎 说点还不说他 说点愉快的事情 就是那个 那个装逼犯高晓松来了 装逼犯高晓松 装逼装漏了 有人扒出一条 他一亿年发的一个帖子 他说我坚持三个观点 普世问题比普世价值更重要 希望比自由更珍贵 没有坏的制度只有坏人 每一种制度都是 这美好的愿望被设计出来的 这就是高晓松 据说还是才子 还是 还办了一个又一个的节目 上了一个又一个的什么评委 还有一个什么 背景不简单 他父母都不简单 什么 创立了哪个什么大学 哎 我记不清楚 反正这个装 反正他们 他做节目就是装逼嘛 吹一吹自己家里的辉煌历史嘛 然后吹一吹自己在国外的 怎么风光嘛 然后剩下的好像 我一直不太喜欢 一直无法喜欢 喜欢上这个人的那个什么东西 风格啊 风格也好 内容也好 反正看着就不爽 他说话就是那种 摇头晃老 就有点像那个金灿荣一样 那种傻寒傻寒的那种样子 大概今天看到这三个观点 我就觉得真的 普世问题比普世价值更重要 普世价值你我都知道 是吗 是吧 普世价值 什么自由 平等 正义 公平正义 自由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他普世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什么普世问题比普世价值更重要 这是高晓松装大逼 知道吧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什么自由和希望 高晓松认为希望比自由而重要 你连自由都没有 你希望有个屌用啊 你一头拉末的驴 把绳子 绳套给你套起 每天在墓房 墓豆子 墓面粉 然后你有希望 我要去草原上驰骋一番 你这个希望有用吗 你他妈连自由都没有 你连去草原的自由都没有 你去成个屁啊 希望 没有自由的希望有个屌用 这个 这个暂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争议 你也可以说 希望是让你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 可以活下去的 呃 动力啊 什么样 你可以 这个可以圆得过去 但是那个没有坏的制度 只有坏的人 我觉得这他妈的就是扯淡 这是 大才子高晓松的观点 高晓松坚持的 他坚持的这个观点 每一种制度 都是怀着美好的愿望 被设计出来的 蓄奴制 奴隶主 奴隶主的蓄奴制 他是美好的愿望吗 好像是美好的愿望 对于谁来说是美好的愿望 对于奴隶主来说 是吧 蓄奴黑奴 那些蓄奴制 那个是不是 只是对奴隶主 是美好的愿望 我搞饭吃 他妈天天干活 当畜生养着 美好吗 美好啊 对于奴隶主 对于奴隶来说 美好吗 高晓松 你的美好的愿望 谁的美好 谁美好的愿望 高晓松啊 我以前不知道 这个人这么水 我今天我看到他发的这个微博 有人截图发在微信朋友圈 我觉得这个人他妈的 他这三个观点毫无逻辑可言 就是那种弄一些诡辩之术 是吧 天天在 他办那个什么节目叫什么小说还是什么鬼东西 装逼犯 有人给他揭穿的 就是那个李晨鹏跟他说 李晨鹏以前跟他搭档做节目 现在直接开始试探 他说他那个小说是他一个博士 一个博士生给他写的文案 然后他现在拿在那装逼 让他自己多有学问一样 主持人做节目有稿子很正常 你高晓松天天装的好像是自己肚子里的摸水一样 你能抱这三种观点 我觉得你高晓松 你的妈就是一个傻叉 是吧 你有美国绿卡 你在美国有房子 你为什么在美国活不下去啊 因为你满脑子大愤 也就只能回到中国忽悠忽悠那些韭菜 仅此而已 因为你在美国活不下去 你只能回国忽悠韭菜 高晓松 那种垃圾 真的垃圾 再给他吃点其他的搞笑的 还看到好几条搞笑的东西 还有一条就是那个 算了不撤了 今天就想这么多吧